你们说现在就谁谈个对象 不想乐乐呵呵的 但是就是我对象嘛 他一天没事就跟我掉小脸 连贼损 我不知道你们只不知道 什么叫做酸脸的 就成天就像我欠了多少钱一样 就那个眼神就好像是 有什么血海深仇 就我现在就真是不想多看他一眼 就每天看着他 我就感觉我特别堵心 就我跟他说 也说不开 他听吧 他听不懂 就整个一个组组 就这恋爱谈的 这就是特别特别糟心 就我现在已经开始不知道 该怎么继续跟他往下相处了 有请这对情侣 有请 男嘉宾小博 22岁 来自辽宁工程师 女嘉宾小楼 22岁来自辽宁活动执行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谈恋爱谈了多久 在一起三年了 就要结婚了是吧 对 所以所有的冲突就是从 我们要结婚开始的 是吧 对 来说说吧 就是其实很简单 就是我们两个人 已经开始有结婚的打算了 但是我一跟他说 他就总是酸个脸子 然后我俩因为这件事情 在吵架 这啥就是摔脸子呀 你可别提了 主持人 你知道吗 每一次他就说话 好像他是长官 我是小兵一样 你必须去这么做 如果你不这么做 我就要生气 我就不行 我就接受不了 我就很无奈 凭什么我一定要听着你的 主持人是这样 就有两次 我说两个人一块 少说个屋吧 家里挺乱的 也是可能有点晚了 然后他当时 那是可能有点晚吗 那是几点呀 你说 十点半 晚上十点半 那十点半 我就想睡得干净一点 怎么了吗 那白天工作了一天 晚上到家七八点钟 我再吃口饭 我再收拾完自己 那只有那个时间了呀 那至于我跟你说的时候 你就摔个脸子吗 你换个时间段 我会跟你这么说吗 每一次 他就好像生物中 挑到十点半 就要收拾动一样 就双口发条了 我一到十点半 我不行了 我要去干活了 我要把咱家收拾了 天天十点半 咱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卡着那个点 你也不是天天七八点钟 不说晚上 那白天的时候呢 白天我跟你说 手中间 你不也是抽个脸的我吗 那我做没做吧 我最后结果是不是做了 是做了 那既然你会做 为什么一定要吵这一架呢 那你让我心里有多难受 你知道吗 那你不能好好说话吗 不能好好沟通吗 我跟你想好好沟通 你不还是酸个脸的跟我吗 如果你没有这个的话 我肯定会跟你好好说话 天天你觉得 你做什么都是对的 我做什么都是错的 我都不知道 怎么跟你交流 你知不知道 我没有说 我做什么都是对的 晚上我说让你洗个澡 你不也还是这样吗 等我打完这把游戏 你插着一公伙 就这种态度吗 你跟我好说了吗 我一开始不是好好跟你说吗 我说我这把完事我就去 那正玩意儿呢 你让我怎么去啊 你打完这一把就一把 一直在催 我已经跟你说得很明确了 他就 你快去吧 就几点了 他要睡觉又怎么样 那本来就 你打完游戏再去洗澡 十二点多了 大哥 我不困吗 那你们结什么婚呢 我就听不下去了 行 听明白了 就是日常生活 其实现在已经发现 在一起的日子 已经有点乏味了呗 就这点事都要炒呗 行 还有啥 你都不知道 他天天 我们订好的规矩嘛 就是一个做饭 另一个刷碗 不很正常吗 分工明确吗 这家伙好 我做完了之后 你干嘛了 跟他一躺 跟电视一看 同家俩刚在一起的时候 我就跟你说 我说我不喜欢碰厨房 泡泪油水啥的 而且我说了 就给你一个厨房手势 其他地方我也不需要你弄吧 对不对 那为什么咱们要订这个闺鱼呢 那为什么你要同意呢 那你不喜欢厨房的话 你不喜欢刷碗 那你做饭呗 我都可以啊 那做饭不是碰油水吗 那为什么要一起订闺鱼 你订完你又不遵守 完之后你还要命令我去做 不是 那你一个大小爷们 就不能让点小姑娘吗 这跟男女平等 又扯上什么关系来 那你命令我的时候 怎么不想着呢 行 听懂吧 还有啥事儿 他跟他朋友Locker 总在背后说我不好 我还有录音呢 你哪来的录音啊 哎呦 你不知道可巧了 说来啊 嗯 他的闺蜜吧 特别喜欢跟他Locker 就什么就是闲打琐事啊 都想跟他俩聊聊天 都讲一讲 反正呢 他就跟我说 他闺蜜给他讲了一个事 特别有意思 他让我听 他上一条语音恰好就是说我 哎 你对象怎么怎么样 我们听听 听听 我们听听 男朋友什么意思啊 今天双脸子 成天掉脸子给谁看呢 该他的呀 还处啥呀 我都看不过去了 你还跟他处 有什么意思啊 你朋友说的错没错 我朋友说的确实没错 他确实还说脸的 没错你咋不离开他呢 我都没见过身边朋友 是这样的 反正我跟我身边朋友一说 我对象今天我俩又生气了 又吵架了 我朋友说哎呀 别跟小姑娘一般见识 你俩好好处 这就是我认为的朋友 但我真没想到啊 主持人就是我 我做这个行业 就可能就是经常需要一些 人 活动执行 对 活动执行之类的 就是偶尔帮干个小活啥的 我朋友就说让他去帮个忙 然后他当时在打游戏 我就叫他了 人家直接跟我酸个脸子 也不说去 也不说不去 然后后来我就合计 哎 这也是赚钱的事 我就答应我朋友了 然后人家就激眼了 你是这么样的吗 他那个朋友找他说 临时有个事情 需要你对象去帮个忙 他俩打电话 我也不好意思直接说不去吧 我这么说的 我说那个我先帮忙 帮你再找一找别人吧 我看看有没有别人能去 这话的意思还不够明显吗 他那没听出来 就非得说 你不说你要去了吗 我就答应了 答应完之后 我说我不想去啊 怎么怎么样的 他说 那我都跟我朋友答应好了 怎么怎么怎么事 因为这事吵架 还能怪到我身上 不是 我就问你一句话 那打游戏比赚钱都重要吗 我并不是说 他找我了之后 我才去玩的吧 是我一直在外面玩游戏 然后他突然来了 这么说 不吵啊 后来去还是没去啊 没去 然后见着我朋友 还跟我朋友随脸的 所以朋友才会给他 有这个评价 对 是这意思吧 对